大家好我是小詩人 我是迷你詩人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遊戲是 雪戰 雪戰是由 2plus games 玩家桌遊於2022年 11月出版的 一款紙筆策略 戰爭遊戲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劇本歐洲地圖 的遊戲設置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歸族書的第14頁 首先呢一開始 將歐洲地圖放在桌面中央 大家可以看到 地圖上面會有寫個1 1就表示Europe 接下來呢 我們會將 背面寫有戰役卡 而且有寫1的這個戰役卡 裡面 抽出3張放在地圖的下方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戰役卡的 左上方有一個 41 那就表示 這張戰役卡 是在1941年結束的時候結算 那我們可以放一個 1941年的提示記號 在F1 就是納維克的這個位置 那另外就是 43年結算史達林格勒 他是在 H2 那接下來是 44年結算 諾曼蒂在 E2 所以我們還是會放一個 這個 作戰機 好啦 那這樣子放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呢 根據 這個地圖上面 下方每一個格子 下方的這個 戰車跟戰艦的符號 把相對應的 顏色的戰車跟戰艦 放到地圖上 所以像 這邊就是放 兩台 那個英軍的戰車 藍色的 兩台俄羅斯的戰車 好 那這樣全部放完之後呢 接下來還有中立國 是用 棕色的戰車 還有棕色的 船艦來表示 大家特別注意這裡喔 這裡是 這裡 有一支中立海軍 是德軍的 所以 要記得要插上這個旗子 對了 忘記講了 如果中立國 被你那個叫 就是被你跟你交朋友 就 假如說 這支被 德國交朋友了 然後就放 一個這個 旗子插上去 對 對英國和俄羅斯都一樣 對 好 那把其他的一些 指示物呢 放在地圖的上方或下方 那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 在規則下面有寫到 預備區中的單位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 英軍是兩台戰艦 蘇聯是兩台戰車 德國是兩台戰車 好 那這樣都放置好了之後呢 我們 最後一個動作呢 大家如果使用進階規則 就可以抽 科技牌 那大家可以看到 科技牌 上面會寫著 科技卡 然後 是什麼國家 它可以掰到下面 喔 對 所以它的符號 就在寫在這下面 那 玩家呢 就是 在這個劇本中 德國可以選擇三張科技卡 英國選擇兩張 蘇聯選擇兩張 我們先 挑出最基本的 優潛艦 還有復仇武器 以及德國的空軍百蛇鳥 對 這三張是一些 比較好用的科技卡 然後比較簡單一點 基本 那蘇聯 英國我們是選擇 下午茶外交以及 全衛號戰艦 那蘇聯我們是選擇 其三是戰車和全軍莫敵 好 那這樣子選擇好之後呢 大家就是同時打開它的科技牌 打開來之後呢 每個拿著一張策略圖子 策略圖子上呢 必須畫上代表的國家的國旗 像這邊就是德軍 就寫上德軍的鐵十字旗 並且寫出幾年幾月幾日幾號 然後寫下你的名字 記得圈1 1就表示說 我們今天使用的地圖 是只有1這個地圖 就是歐洲的意思 1就是指歐洲 然後國聯鬼 在這一排記得把D圈起來 右邊的這個灰色地區 靠近右邊的這個D圈起來 那這樣子呢 我們的遊戲設置就完成了 那今天遊戲設置就先介紹再到這邊 那之後我們可以再介紹 記得一件事情喔 如果德國要用空軍百蛇鳥 可以放上這個空軍百蛇鳥的戰艦 英軍前衛號戰艦呢 則是把海軍放在這個 先不用放 有升級的時候才要放 只是要先準備這個記號 對 然後這樣放進去看到了嗎 有升級的時候才要放 現在先不用放 好 那我們今天的遊戲設置結束 就到這邊結束 一姐我是迷你巫人 我是小食人 我們下次再見 Bye